大家好 我们这回团的花多多1号和花多多2号已经到了 我现在给它们已经分成小个包装了 就每一道是200克 1号和2号都是黄色的 2号的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这个就是1号 它的比例是20 20 20 淡淋甲的比例是均衡的 这里面有两个比例 上面是20 20 20 底下是20 8.7 16.6 这个之前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两个标记 后来问了一下 终于弄明白了 上面这个20是用氧化物的含量来标记的 就是不同国家对化肥的标记要求有不同的标准 上面这种就是按氧化物来划分的 比如说含氮的就是20% 下面这个是5氧化20也是含20% 下面这个是氧化2甲也是含20% 所以20 20是按氧化物来分的 但是具体到元素 氮元素 氮元素和钾元素呢 像0的元素单独分出来 它就是占8.7% 甲的元素单独零出来 那就是占16.6%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表示方法 就像温度有摄氏度也有华氏度一样 就是两种不同的标记 我们只要看到这种标记或者这种标记 它们都表示是氮磷甲均衡的平衡肥 这个呢就是花多多一号 这个是花多多二号 可以看到氮的比例要高一些 在这个氮的含量呢也是13.1 要比均衡肥8.7%要高一些 所以这个呢二号就是醋花的 醋花肥 氮元素有利于植物的茎和叶的生长 氮元素有利于结果或者醋花 所以我们可以施氮肥比较高的醋花肥了 在长根长叶的时期 氮肥比较多 甲也比较多 这时候我们就用花多多一号就可以了 对兰花还有氯植 我们讲究薄肥禽湿 就是经常施点肥 每一周两周就施一点肥 但每次用的含量呢要少 它这个花多多它正常的建议的比例呢 是一克兑一升的水 但是我们用于养兰花 或者是养绿植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的淡一点 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克兑三升的水 每一周到两周施一次肥 在兰花开始看见花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换成花多多二号了 一直到它开第一朵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肥了 所以在兰花开花的时候 我们是不建议施肥的 这样呢有利于延长它的花期 像蝴蝶兰的花期特别长 一般呢都是长于三四个月 最短三四个月 长达可治半年或者是一整年 如果它一直是在开花的话 我是建议它开花三四个月以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施肥了 就是看到它在长根在长叶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施这种一号的积极生长肥了 有几种情况是不易于施肥的 比如说这个兰花的根系不太好 状态不太好 根都烂了 这样也没有根系去吸收这些养分了 那不需要施肥 等到根系都长出来 长得比较长一点的时候 再给它施肥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天气特别的冷或者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那时候呢兰花都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 这样施肥呢也没有什么好处 它也吸收不了 在冬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凉 我们就可以停肥或者少施肥了 因为兰花在冬季生长得非常缓慢 生长缓慢的时候就可以少施一点肥 在积极生长的时候就可以禽施肥 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停肥 这样促进延长花期 澳洲的花友如果还有想买花多多的 可以跟我联系 好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